我们经常听说某款开关电源具有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还有短流保护等功能 但是却没有几个朋友见过电流过流 过压 短路保护时候这个电源什么样 诶 今咱们就把我手里这块金盛阳的开关电源过流一下 让朋友们看看什么是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什么样 Nice 我手里这块金盛阳的R2系列的小体电源 它的产品的技术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在产品特点的倒数第三条上写的是 输出短路过流过压保护 也就说这块电源既有短路保护 又有过流保护 还有过压保护 其实短路保护咱们以前做过实验 但是有的朋友第一次看我视频很简单 所以咱们就再做一次 具体的做法就是咱们先给它接上电 零线火线接好 插到插座上 打开开关 然后我们用镊子对注输出正极和输出负极 我们至于看啊 一个火花之后开关电源的这绿色纸灯就灭了 此时电源处于停止输出状态 当我把镊子拿开之后 这个纸灯又亮了 说明这个电源已经恢复了输出 咱们用万语表测一下 现在的输出是48伏正常 这就是电源的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 电源就这样 那么过流保护什么样呢 首先咱们得弄清什么是过流 过什么流 咱们看着这名牌啊 我放大一点 输入这有一个3A 输出这有一个2.3A 过的是哪个电流呢 这里说的过流指的是这个电流 2.3A 这就是所谓的额定的输出电流 因为输出的是48伏横压 所以呢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电源的输出功率 如果超出了48乘2.3 也就是110.4瓦的时候 就是过流了 那么过流保护呢 说的是输出的电流 超过了额定的输入电流 这个电源呢 进行了保护的动作 那么超过多少才保护呢 这个保护动作有什么样呢 现在咱们就做一个实验 让它过流 怎么过流呢 这就需要我们准备一个 大功率的可调的电阻 作为负载 一般的电阻肯定是不行 因为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所以我准备用溶液来当负载 具体做法这样呢 首先我们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 接上导线 然后我们在这两根导线的另一头 分别接上一个金属片和一个金属棒 正负极随便接 而且什么金属都行 导电就行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塑料容器 在里边放上自来水 然后我们把接好的金属片和金属棒 放到容器里 然后我们把220的接线插头 插到一个功率计上 然后一起插到试电的插线板上 打开插线板的开关 此时上边显示的功率只有2.2瓦 当然了 即便只有2.2瓦 它也显示的是这个电源的输入功率 因为它还有自身的消耗 所以呢 这个数值实际上是要大于 这个电源的输出功率的 但是因为我们只是想 看看它过流时的表现 精度要求不高 所以我们忽略到电源消耗 假设这个数值就是它的输出功率 现在我们加大这输出功率 在这水里面放点盐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此时这个功率已经来到了70多瓦 水里颜色已经变了 现在功率已经来到了81瓦 现在距离110.4瓦的过流 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我们增加这个电极的接触面积 哎 功率已经超过了100瓦 现在我们再调整一下 正极和负极之间的距离 哎 现在功率已经来到了144瓦 150瓦 也就是说此时的输出电流 已经超过了3.2A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过流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开关电源 并没有任何动作 这个电源还在平稳的供电 没保护啊 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坏了呀 当然不是了 而且恰恰相反 这其实是电源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越是大厂电源 越拥有这种超额的能力 现在咱们继续过流啊 调整正负极之间的距离 哎 169瓦 哎 功率在跳变 忽大忽小 我们看这个电源纸灯啊 从这边来点 这个灯表现为亮一下 灭一会儿 如此反复 从这个负载我们也看出来 这泡沫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哎 停了 哎 又有了 哎 又停了 也就是说此时的电源处于打嗝的状态 电源间接性的工作 这就是开关电源过流保护时的样子 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过流保护 租出电流不断增加 如果是一般的负载 很容易引起火灾 这其实就是过流保护的意义所在 咱们先给它停了啊 聊多话有朋友就说了 是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 都有这个过流保护功能呢 这个还真不一定 这就跟气商的安全气囊一样 绝大部分都有 但是即便有 够事了 也不一定能谈得出来 不管怎么说 相对来说 像金生阳这种国内一线大厂的产品呢 还是靠谱的多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好还是要避免过流情况的发射 其实开关电源上的三级管 就相当于一个电流控制开关 MOS管呢 就相当于一个电压控制开关 自三洋呢 就相当于一个电压比较开关 怎么回事呢 今儿咱们就以金一上洋的这块 R2系列的小体级的开关电源力 聊聊开关电源上这些开关 我们仔细看啊 其实开关电源 这四个字的弦边 一串英文字母 写的是AC-DCconverter 什么意思呢 AC说的就是交流电 EC是直流电 converter是转换器的意思 直译过来就是交直流转换器 所以有人管它叫交直流转换器 也没毛病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叫它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这个词到底哪来的 还真不得而知 能肯定的是先有的英文名称 然后才有的中文名 能把交直流转换器翻译成开关电源 也确实是个天才 它一下子就倒出了此类电源 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开关 那么开关在哪呢 既然外边没有 那就肯定在里边 咱们拆开看 现在咱们拆开它的外壳 诶 开关就在这 有朋友说了 这不是开关管吗 对 开关管管开关 就是说这个管子它负责开关 怎么什么开关呢 当然是电流的开关 怎么回事呢 咱们翻过来看正面 电流从300伏的大电容正极流出来 通过初级绕组回到复级半路上 串的这个开关管 这个开关管不断地进行开关动作 让这个电流断断续续的流 也只有不断变化电流 才能在这个次级绕组当中产生感应电 这就是开关电源的基本的工作原理 所以我们非常形象地管 这颗管子叫开关管 我们管采用这类工作方式 进行交直流转换的电源 叫开关电源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非线性 相对来说 以前的电源 就是220直接进到初级绕组 然后通过去变压器 刺激出来的交流电 然后再整流滤波 形成直流电 这种交直流转换的装置 就叫做线性电源 为什么220直接进变压器 初级绕组的这个叫线性电源呢 因为它的输入电压 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基本是呈线性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输入220 输出12伏 那么如果您的输入变成了110伏 那么输出就变成了6伏 这是一种线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 对于后边的用电器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灾难性的 一时我们更需要这种 宽电压输入范围的电源 朋友们看啊 这个电源的输入范围 就是100伏到277伏 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输入电压 它的输出都能保持12伏不变 这就是那开关电源的优势所在 当然了 它的优势还有很多 比如说体积小 重量轻 效率高等等等等 成选了 咱们接着说啊 其实开关电源上 叫开关管的东西 并不是特纸一类管 比如这块电源 用MOS管作为开关管 也有的开关电源 用的是三级管当开关管 但是归根到底 它们都是一个电子开关而已 只是它们的工作原理不同 比如这个MOS管 它的三个引脚分别是G DS D到S的电流大小和有 5是靠G和I 亿之间的电压来控制的 没有电压 那两支间就不通 电压越来大 它们之间的电流就会越来大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MOS管理解成 一个电压控制开关 相对电压控制开关的 就是电流控制 就是三级管 比如说这个叫8050的三级管 它的三个引脚分别是EBC 从C到E之间的电流 大小是靠 从B到E之间的电流大小 来控制的 所以用本质还说 这个三级管 就是个电流性控制开关 有意思的是 这块板子上 还多了一个氮化夹芯片 它是这块板子上 有源前卫电路的开关管 前边的视频咱们说过 在这儿咱就不耽误时间了 那么这块板上 只有这两类开关吗 当然不是了 朋友们看啊 这有个四条腿的元件 它就是传说中的光偶 也叫光电偶合器 从工作原理量来说 它的一二角之间 有一个发光二级管 三四角之间 有一个光明三级管 叫过中间的过程啊 咱们说一二角之间 流过的电流的大小和有无 控制三四角之间的 电流大小和有无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它也是个电流型的控制开关 除此之外 朋友看 这个小元件 它的名字叫431 这玩意儿其实也是 整个反馈电路当中的一部分 它的全称叫 可控精密吻压源 但是从工作原理上来讲 它R1之间两角的电压 跟2.5V来比较 如果大于2.5Ka之间 电流就会导通 所以呢 其实431 也可以看成一个电压 比较开关 当然了 同样能看作电压 比较开关的 还有IM358 ARMSR4等之类的运放芯片 它们的导通和截止 是通过两个针角之间 互相比较电压来决定的 所以呢 它们也可以看成 电压比较开关 以上我说的这些 都是非常典型的开关 朋友们 从这个角度上来解读的话 你们觉得这块板上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能叫做开关吗 咱评论区见 咱评论区 咱评论区